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微软的Microsoft Designer 这是一款AI自动生存图片加全自动排版的平面设计工具 是Microsoft Co-Pilot推出的AI全家桶的首款产品 如果你还在使用Canva或者PS做平面设计 那么本期视频一定会帮助到你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登陆我们的Microsoft Designer的官方网站 目前这款应用是处在免费的阶段 那么第一步我们需要登陆我们的Microsoft的账号 这里没有的话大家需要注册 那我直接就登陆我的账号了 那么进入页面以后左上角的位置是我们需要输入提示语的位置 我们需要把我们这回设计的想法跟目的 通过组织一下语言输入到这个输入框之内 比如我们需要做一张面包店的海报 需要界面整洁 层次分明 可以激发食欲 输入完成以后我们需要点击Generate 可以看到右面已经生成了图片了 说明它是可以支持中文输入的 但是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因为目前主流的AI产品基本上都是拿英文去进行训练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将中文转换成英文的话 那理想状态中应该效果会更好 那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款我经常在使用的中英切换的应用 Informative Translate 输入中文以后快速点击三下空格键就可以直接切换成中文 大家可以看到 之前的中文已经自动转换成英文了 如果有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看我之前的节目 我会发在公屏上 那么我们现在用英文重新的生成一下 图片生成以后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调整一下图片的尺寸 那么右上角这个size按钮我们点开以后 可以看到目前它提供了三种尺寸可供选择 第一种是1比1的方形的图片 主要适用于Instagram上面去展示 那么第二种是一种横幅的16比9 第三种是竖图 那么我们选择横图 那么点击以后它会重新生成新的图片 同时这个Microsoft Designer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功能 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擅长写提示语 那么它会在这个位置根据我们之前的提示语 帮我们修改润色一条新的提示语 如果你觉得它这个建议很好的话 你可以直接点击它 就会把你原来的提示语更换成它的建议 那么如果我们在生成的图片当中找不到合适的 我们可以再次点击Generate 让它去重新生成图片 直到选到我们心仪的图片为止 那这里如果你跟我一样 之前都是使用Canva来做设计 那么就会有一个困扰 因为Canva主要是通过模板来制作的 模板的数量的话 终归来说是有限的 用的时间长了就没有什么可选择的空间了 另外很容易跟别人的设计相似度太高 但是呢 Microsoft Designer是使用的AI生成 那么它理论上图片的数量跟相似度上 都不会出现Canva出现的问题 我只需要学会如何去优化提示词 再耐心一点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鼠标放到这个位置上的时候 它显示它使用DLE2.5的模型 那么这个模型是ChairGPT的母公司 OpenAI的一款文字生成图像的模型 所以说无论是从成熟度还是能力上来说 这个模型肯定是会优于其他模型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选择右面的图片 首先我们可以点击放大镜按钮来挑选图片 比如说我们觉得第一个图片就不错 那我们点击右下角的按钮开始进一步的设计 图片打开以后 右侧它提供了一些基于本章图片的一些排版 可供我们选择 我们可以点开以后 去选择合适的排版 也可以我们自行来排版 那么首先这里面的文字 我们是可以更改的 并且它是支持中文的 那我们点击右侧者Test按钮 可以挑选字体的样式 我们简单的书写一下文案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添加一下我们的线上促销会的链接跟时间 如果我们现在需要调整字体的颜色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色帕按钮 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个颜色拿不定主意 我们可以选择Insprime 让AI帮我们去挑选合适的颜色 这样你就不需要去找专门的配色网站 接下来如果我们想要增加一些点缀 我们可以点击左边的视图按钮 点开以后我们发现这里面有视频 贴图 照片等选项 同时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Generate 让AI帮我们生成符合我们想法的图片 比如说我们想让它生成一个卡通的面包房的标识 那么生成的图片中 如果有我们喜欢的 我们可以把它添加到页面中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白色的背景 那么可以利用AI的自动去背的功能 把白色背景去除 大家看到背景已经去除了 那么如果大家想在这个页面当中上传自己的图片 那么可以将图片直接拖拽到这个页面上 就可以完成上传 OK 如果觉得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需要点击Download按钮 点开以后这里面可以挑选需要下载的文件的类型 那我们直接选择PNG格式就可以 然后选择Download 那么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张图片的制作机下载 除了制作普通的平面设计 Microsoft Designer还可以提供动画 包括GIFT等相关模式的设计 我们只需要在提示语中添加相关的关键词 把需求明确告知AI就可以了 那么我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需要点击New Design 比如我们可以跟AI说 请用动画表示一幅海滩美景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当我们把鼠标悬停在这些图片上的时候 可以看到基本上是都有动画效果的 如果我们觉得不满意 可以重新让它输入或切换成英文再生成一次 图片生成以后我们可以通过将鼠标悬停在图片上 就可以预览它的动态效果 那么选定图片以后我们继续设计 挑选到合适的照片后 比如说我们需要添加一些文案 但是尴尬的是自己的文采不够 这里我们就可以使用AI来帮我们生成优美的句子 我们点击Test 在这个位置输入我们的提示语 请帮我添加一些关于描写海滩美景的优美句子 请使用中文 这样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不错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 它就会自动添加到图片当中 同样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意愿去进行排版 那么这样一幅动画就制作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如果觉得可以 我们可以选择Download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需要下载它的MP4的格式 如果你需要是动图的话 可以下载GIFT的格式 我们选择Download 下载完成以后 我们就可以将这一张动画用在我们的视频中 或者直接发送到我们的社交媒体当中 OK 目前来讲Microsoft Designer 在一些基本功能上对比CAMMA等主流设计工具 还存在一些不足 但它无疑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案 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简单的学习 就快速完成一副成绩还算说得过去的平面设计 相信随着AI技术的发展 会有更多的功能融入到Microsoft Designer当中 因为毕竟这是微软目前主要的战略方向 希望我今天的推荐可以帮助到你 增加你工作效率的同时 还可以为你拓展一些思路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请为我点赞分享订阅 这样会让算法为你推荐更多相关的内容 我是大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